由国际著名作曲家齐格曼创作上海交响乐团 纽约爱乐乐团跨国合作的清唱剧上海上海 在中国上海的全球首演昨天顺利落幕 那这出清唱剧呢 讲述一对犹太兄弟到上海开展新生活的故事 那首演就吸引了不少历史和音乐剧的爱好者捧场 以色列犹太人的话题是全球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 而且这个音乐剧这个清唱剧上海上海 其实在去年就已经有听说它要首演了 所以我就特地过来看一下这个清唱剧 不光是对音乐关注也是对整个犹太人在上海这段历史关注 也是对犹太民族的整个历史以及这个民族今后的走向非常关注 所以在种种好奇心的虚实之下 我今天过来听一下这个清唱剧的全球首演 上海上海描述一对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兄弟约瑟夫和奥托 在陌生的异乡开启新生活 并和上海姑娘发生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那这部两个小时的清唱剧呢 是以英文演唱配有中文字幕 最后一场演出在昨天落幕 预计明年初将会在纽约演出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馆长陈检就希望 剧中的故事核心能够对世人起到教育的作用 对当今世界的争端有了更好的见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